有刘伟强指导的爱情片《不再让你孤单》 日前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主演刘业 舒奇 田亮 冯丹颖等人均出席了此次活动 影片中舒奇出演了一名妈妈 而现实生活中已经年过三旬的她 自然会被关注婚恋问题 在被问到是否会像其他女人一样顺理成章的结婚生子时 舒奇表示并不一定会走寻常路 而在影片中与舒奇演对手戏的刘业 为了给这部电影造势 刘伟强合作了一首影片的主题曲《不再让你孤单》 刘伟强的吉他弹奏配上刘业的演唱 可谓是精彩至极 由于电影中有许多哭戏醉酒戏 让舒奇可是吃尽了苦头 尤其是在拍醉酒的戏份时 为了力求逼真 舒奇不得不在片场 把自己灌醉来寻找最好的状态 因为我比较不喜欢演醉态的时候 是清醒的 因为有时候你现在女孩子穿高跟鞋 你不小心拐道的那种 其实真的是不小心拐道 你要故意去拐道 你有一个 一个 自己会有一个防备 那你喝了酒之后 就比较没有防备 所以我就大概 拍醉酒戏那种 拖来拖去的那一种 我几乎都有喝了 所以刘业比较辛苦 因为我就整个身体的力量 如果你清醒的时候 我们会自己压押着他 但是如果我自己野生都得 半醉半醒的时候 就整个让他这样子 拖着我到处里 别看舒奇觉得喝酒辛苦 但在刘业看来 能这样拍戏 却成了一种享受 说起舒奇和刘业的交情 还要从七年前 共同出演电影《美人草》说起 从此两人便结下了 深厚的友情 甚至刘业儿子的照片 都是舒奇第一个 在网上曝光 大家才能一睹孩子的 卢山珍面目 但是刘业对舒奇的这种做法 却不以为然 当晚不再让你孤单 在北京进行了首映 除了导演刘伟强 携所有主创们出席了红毯外 与舒奇两度搭档 出演情侣的葛优 也特地前来捧场 据悉 该影片将会于5月13日 在全国供应 顺序南北的老龄 接不开 对我的苦 放不开 对你的晚íd 中文字幕 李宗盛